见识了动物间的互相厮杀 那你见过植物界的勾心斗角吗 今天大魔王带你越遍远古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 细数那些植物中最厉害的肉食者 第三名 毛高菜寻名 Dothoria 这是种叶片表面布满年叶的植物 当你看到它时 一度怀疑这是坠落在地面的红宝石 可惜的是其中蕴含着杀鸡 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个人畜无害的植物 它会利用自身的粘液捕食昆虫 然后消化 有些人认为 说不定是巧合 可它的研究者达尔文却意见相左 甚至做了有趣的实验 他在叶子上放了牛奶 肉 纸片 连石头都放上去了 去观察毛高菜的一个状态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牛奶被吸收 肉被触手包围 唯独对石头纸没有反应 通过这个实验 达尔文证明石了 实验揭示了它是个不折不扣的石肉食物 问题来了 毛高菜吃昆虫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就是存在生活环境 一般这种植物生活环境 是寒淡很少的沼泽地 生活艰难 昆虫被脸 因此 毛高菜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进化出繁琐的年补方式 但与毛高菜相比 第二名的补士显得轻巧方便 它就是众所周知的补营草 生活在加州潮湿的森林中 此过抛弃了毛高菜的方法 变成了一种高效困住猎物的技能 年补的方式 需要90分钟才能把猎物完全困住 可捕蝇草仅仅用了千分之一的时间 捕蝇草每片叶子内部有三根细微的绒毛 它们是关闭叶子的触发器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设计呢 原来 即使是植物 运动也是消耗能量的 每当有昆虫触碰到捕蝇草的触毛时 产生细号 就像人类神经元穿梭的电细号般 细号第一次被触发时 电荷只会在食物内聚集 但不足以刺激捕蝇草叶片把其合上 为捕蝇草知道一次出发的信号 可能是被风吹来的杂物碰到 或是来自一滴雨水 这解释当雨落到捕蝇草上 它的叶片不会合上的原因 可昆虫不一样 被困住的时候 垂死挣扎是它们的本能 身体越大 动作越剧烈 只需0.33秒 就连青蛙你都跑不了 仿佛是关上了逃离地狱的大门 所以捕蝇草依据猎物的挣扎程度 分泌出等分的化学物质 在接来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紧 我累一次你个小别的活 杀死这个消化石 直到15天之后 再准备下一次行动 看到此处 是不是石肉植物长得多大 就能挑战食人这个难题呢 看来唯有第一名马来王猪笼草 能肩负这个重任了 马来王猪笼草不但能吃幼 还能吸引巨型动物的到来 叶片上面能分泌铁岩的物质 其中一种叫做山地树蛆 会啃食叶子上的蜜糖 顺便把猪笼草胖胖身体作为蛋把桶 真是吃和拉同时进行 而粪便恰恰是 马来王猪笼草藏吃的 一个昆虫的一种鼓虫 舔着马桶盖 蹲厕所 到自然中找不出来山地树蛆第二个 不 晚上活动的那位表情不服 他就是巴鲁大家鼠 就像树蛆一样 他也是蹲在马桶上进食 可能是因为架鼠太小 龙口过于宽大 一不小心就滑到猪笼草里 上演森林恐怖片 可这并非是马来猪笼草所愿 这就好比是我很饥饿 但是你也不能硬牵住一头牛 怎么让我吞进去 因此就连小小的植物都会消化不良 没有排泄渠道的马来王猪笼草 注定就是个被撑死的主 所以食人这个间距的热物 就别为难这些食肉植物们了 光活着就挺不容易的 吃人还怕消化不良的 可谓是食肉巨植与林生 捕猎昆虫身形动 一招动物送上门 腹中及时 被送中 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